哈囉大家好,我是李莉 大家也有看了上一集 Semensa在台灣的一些讀書經驗 就是碩士的過程 那今天大家應該最好奇 就是她的申請上 她在Kale Lubin博士 這個工作嗎?或是 我會這樣講是因為是有配的啦 好,那 今天主要會針對她的申請過程 還有就是面試啊,還有 讀過到目前的一些經驗 那你自己覺得在申請的時候 你確定要申請博士之後 開始覺得你有覺得最麻煩的點是什麼嗎? 我覺得當初 因為我定位是在美國 因為台灣是就是美國派 大家都會覺得說就是要去美國 就是要去美國,尤其是 理工類的就是要去美國啊 但是呢 我那時候在申請的時候 我其實美國 Top20都有投 但是我能選的 真的很少,就是願意跟我談的老師 因為我有投,然後願意真的寫信跟我談 老師都是希望我去做製程 但是 我當初念了碩士之後 我就很確定我不想要做製程 當然原因 就可能是時間上沒有辦法 按照自己心理所想吧 對啊,就是會比較辛苦 對,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心理的目標 就是好,我要換一個領域 不管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要做製程 但是我在美國遇到的困難 就是我沒有辦法 真的 如我所欲 如我所欲的換領域 是因為老師不接受,他就是想要你來 你就是即時的站立 直接工作這樣子 他沒有給你學習的時間 那時候 然後剛好在 就是以前在TSRI也是台灣一個研究機構 那邊有一個老師 他在跟IMAC 就是歐洲的半導體研究機構 有合作 教光電內的東西 然後我就跟他聊天 他就推薦我說 IMAC也有PhD 但IMAC是一個公司 所以他不會給你學位 所以IMAC是跟K.O.Luben合作 那但是你人還是在IMAC工作 所以他其實就有一個網站 是IMACPhD 上去搜尋的話他就有碩士的intern 就是你只要是碩士你就可以 搜尋 對,找實習 可能一年、兩年都可以 就可能看你要延長多久 大概半年到一年 對,然後另外一個就是PhD 那PhD的話也是搜尋題目 就發現有很多很多項 不管是光電領域 或者是我的現在在做Circuit Design的領域 或者是原本做的製程領域 其實題目很多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才發現 原來有這一個管道 不然其實原本 我其實也有看一點點歐洲的學校 但是我覺得沒有到 很吸引你的 對,沒有到很吸引我 那IMAC這個就是 為什麼會吸引我是因為 它是非常前端的研究機構 對 支援很多 像機台的話也是最好的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你做不出來 當然我可能不想做製程嘛 但是如果對於那些想做製程 你就不用那麼擔心 對,會比在學術界輕鬆一點 了解 對 所以你那時候做 因緣機會之下 就是知道Circuit跟IPAC這個地方 對 對 OK,好 那 再來的話就是 你申請 那你就是美國那邊都沒有 沒有消息 或你後來覺得 沒辦法轉領域之後 你才申請這個 是同時進行 歐洲 但是我歐洲只投這個 歐洲就投這個 然後美國那邊 陸續面試了幾個 我其實都真的不想要 就有被錄取 但是也勾不起我的興趣 然後後來跟這個IPAC面試 是非常愉快 因為 就剛剛講到 轉領域的部分 美國其實可能不太會認可 除非你可能另外修很多課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證明 你才可能轉領域 那我可能當初就是沒有做這些事情 那IPAC那邊的話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open 就是直接願意讓你有很多學習的時間 然後也很 呃 也很 彈性吧 對彈性 算是給你很多 嗯 自由發揮的空間嗎 我想一下怎麼講 應該說它有充裕的時間 讓你再去多學習吧 對我覺得它不 我覺得好我這樣講好了 它是看中你的潛能 或者是你個人邏輯思考能力 在面試的時候 它可以去判斷說 你的學習能力夠不夠 那其實一個人的學習能力夠 邏輯夠好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只是你需要時間 OKOK 對那熱忱當然是 你申請這個題目就要有熱忱嘛 所以這個先不管 那是否具備 對原本就具備這個能力 我覺得可能還是要有一點是因為 我現在做的circuit design 它其實還是有跟device有點關 那他們當初在面試的時候也會 知道說我有這方面的經驗 那我從這方面在migrate to 那個circuit design的話 我是比較順的 那你當然如果是從一個文組 找到這個可能 就不能相提並論 對 就是你有一樣一定的基礎之下 才可以去做這樣的事情 對 那時候你說面試整個很愉快 那iMac整個申請的流程 到底是怎麼跑的 對 那個網站上面 你用iMacPhD就可以查說有哪些題目 然後那些題目就會有一些簡介說 你可能會做的事情 然後包括你的supervisor是誰 然後你的daily mentor是誰 對 然後那題目的話你可以選三個 你自己去做排序 然後他在申請的時候就是 我記得是12月15跟3月 可能也是15號吧 一年有兩次 然後也不用錢 重點是不用錢 美國都是要錢 美國都要錢 開好奇 我記得我那時候好像有60沒過 可能一檢 對一檢 可能40到60 我也很忘記 但反正就是一筆 不小的開銷 然後 當然基本很託譜 或者是其他的 雅思的檢定 是要的 但是 要求我覺得比較不一定是那麼硬性 那可能美國可能會 有些學校看到你 成績不到就直接刷掉 對他可能沒辦法 因為申請的學生太多 所以他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去看說你的潛在特質 對 所以iMac這部分我覺得是比較 不一定說你成績不到就不能申請的 OKOK 算是比較彈性的 因為Jazzle老實講 面試之後他沒知道你自己的能力 能力到哪 所以 好像也不用太擔心了 因為你怎麼考越高分越容易進去那種感覺 沒有這種事 好 那再來就是說你 投遞的申請之後 應該線上是直接投出去嘛 對 然後就是等他邀請面試這樣 對 OK 那面試的話是幾關 其實一關 只是那一關的話是 所有的 我剛剛講的supervisor加mentor都會進來 所以大概三個題目就是七八個人 OKOK 然後那時候也是一次七八個人一起面試 他們面試你 對 全部就是輪番上陣 我報告的時候他們可能會 在想要打斷的地方打斷 然後問我問題 直接誤語 OKOK 就一個小時這樣 等於是大概兩個人他們負責一個題目這樣子 因為你深信三個 OKOK 那就是說 你自己 你剛剛有講到你有準備你的報告內容 你那時候報告內容 他們有給你制定的規 制式的規則說要做怎樣的報告嗎 還是你怎麼準備 他們沒有說想要我怎麼報告 但是一般我的經驗就是想要報告自己過去完成的 內容 就比如說我寫的paper 或是我在碩士有做的一些內容 那我覺得報告paper是蠻完整的 然後再報告一點點我個人的自我介紹 我的簡歷 對 所以這樣總共花了多久時間 我報告其實 純報告的話我大概壓15到20分鐘 因為它是規定一個小時 但是我覺得會被打斷 所以我就沒有壓很長的時間 那其實確實我到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真的有講滿一個小時 就是聊滿一個小時 對對對 就是你內容準備15 然後他們插斷你問又回答 這樣子 對對對對 那你覺得他們都是針對怎樣的問題去問 就是技術的 然後你講專業的成分 然後或是有一些比較絕對我們的問題嗎 專業是一定會 是因為我今天是在一個科技公司 而且是研究單位 他們都是非常非常有經驗 已經做好幾十年了 所以你就等於是跟好幾個就是高階主管 在聊天的感覺 所以他們會非常了解 不是只有這個領域 就是因為我可能做的 我深情的題目是design類的 跟我原本做的東西是有一點差別 可是你不能expect他們不了解的東西 其實他們還是了解的 所以如果你有準備這件事情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說他們會問得很深 那我當時就是我報告的東西 可能因為是新的 寫paper的東西是新的 他們沒有聽過 所以他們就問得非常仔細 包括我到底負責了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機制是怎麼樣 他們會一個一個了解了才過 不是只是提到 他是真的講到他懂 我一定要講到他懂 我講到他懂他才知道說 我是真的了解 是我做的 okok了解 那你自己覺得 因為你覺得自己有點像轉領域嗎 對於這個面試的過程 那你覺得有比較困難的地方嗎 就是你自己報告的內容 我們自己過去學的 那你現在要申請比較design的東西的話 你覺得有 他們會問很深嗎 我當初其實沒有被刁難 就是他們有說 你要轉領域 跟我現在做的事情是沒有關係 比較沒有關係 沒有完全重疊的 他們有說你要心理準備會很困難 我就只能講說 對我有準備會很困難 所以我也有在規劃說 學一些課程 線上課程等等 相關的課程 了解 那除了專業的問題之外 他們就是有沒有跟你聊一些 可能你的一些比較個人的問題之類的 對啊個人特質的話 可能就是問我說 你之後想要在哪一個職位 就是其實問的蠻遠的 因為像假如說學校的話 美國那邊不會問到那麼遠的問題 就只是可能你想要 你喜歡做哪一類的題目 類似這樣子 但是這個公司嘛 他就會問說 你想要什麼樣的職位 那他們會這樣問問 原因是他們自己講的 就是說我希望給你怎麼樣的資源 在你在念書的時候 我就要給你類似的資源 但我當然還沒有感受到說 我當初講的跟我現在得到的資源有沒有差異 對啊 但是就是可能會有類似這種 比較公司的一些問題 還蠻酷的 OKOK 那這就是一關的面試 然後就結束這樣 對 其實也蠻久的 因為其實每個人輪番上陣 然後 對 就是博士的面 通常都蠻自私的 畢竟他要跟你相處那麼久 對啊 他們應該會好好挑選 那他們最後三個題目當中是 三個都公開讓你自己 按照你資源剛好選到嗎 還是你有 是他們Assign你還是你自己選的 其實 資源優先選領是我排的 然後我就直接錄取第一個 對 所以應該就是第一個選我這樣 OKOK了解 好 那你工作了一段時間 或是讀書了一段時間 那你自己目前的 博士的研究內容是什麼 現在博士是在做 Extreme Memory Design 那以前是沒有學過Circuit的背景 所以我在Device的話是有的 是因為我是Device加Circuit是co-optimization 所以在Device這個部分我比較不擔心 可是Circuit這部分Digital Design的部分 我以前沒有這個經驗 所以我那時候在一開始真的要花很多時間讀書 然後就可能是慢慢的 老師也不會給你太多壓力 就是他們像Mentor或者是Supervisor 他都會說 沒關係我知道你要時間讀書 所以我自己給自己的期限就是 三個月內至少一定要把這些完成 其實我大概花一個半月吧 對但是三個月內都是 算是我覺得蠻合理的一個時間 你就是把該讀的讀完 然後基本 他們會提到的一些基本概念也都要懂 不能完全都不懂 然後就一直開始做事 所以就是把基礎再打好一段時間 就是花一段時間去打好這樣子 那你那時候去打基礎的方式 就是除了看書之外 然後自己搜尋網路上的免費的資源嗎 對對對 因為像我覺得現在YouTube真的很方便 那時候Digital Circuit Design 其實在好像是Berkeley的老師 他就在網路上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老師 他就有一個免費的資源 免費的影片 放YouTube上的網 對 我就跟著那個看 然後還有PDF也可以 他也有放免費的 哦 對然後 Material上的 對對對 就是他上課課程 然後像書 Astrian相關的 我都是自己去搜尋 然後我就是把所有書 對於Astrian這個基礎的一些概念 全部把它看懂 因為每個書寫的方法不一樣 所以我就是交叉這樣看 交叉這樣看 因為真的是從零開始 所以我就是當自己白癡在學習啊 然後真的是把這些書看完之後 就真的蠻有概念的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C 我覺得這個再放個連結好了 對 就是有一個老師他也是有出 比較簡單的 十堂課的課程 都是關於Astrian的 那時候也是看這個 然後他也有PDF等等的 我覺得非常棒 OKOK 好 就是其實現在資源非常多 大家可以去找我們看看 那 我後期的結束 你們也有跟那個KRubin合作 那你可以去 上KRubin的課嗎 要要要 因為那是在我們的 算 就是畢業的門檻 喔有門檻 對對對 OKOK好 算是 那怎麼講 你也是有學生身份跟工作的學生 對其實我們在KRubin的話是 就是員工加學生身份 是Double的 OK 對 那再來就是 總之你剛才有提到 supervisor跟mentor 就是你們算是一個實驗室 或是一個team的感覺 那你覺得整個實驗室的 整體的更為狀況是如何 其實我們就不會講 他叫一個實驗室了 因為 以前在台灣可能就是 一個老師帶好幾個學生 就是一個實驗室 然後有學長節制度 一個可能大的話 就是一個學長帶一個學弟 一美這樣子 那但是 現在這邊是在公司工作 其實 是蠻獨立的個體 他們會把一個博士生 視為一個員工 對 因為他們給你錢嘛 對 你就不是只是一個打雜的 拿錢很少的 那個碩士生 intern 或者是大學生 對 所以他們 不會有 我今天有事情 我就發配給你 讓你幫我做 不會 你要自己負責你的計畫 所有東西是你個人 要代表你個人 而不是 一個團體在合作做 也會有合作 只是可能 我們 我這個 team 比如說12個人 但是可能每個人都做不一樣的題目 對 然後真正做experience只有三個人 嗯 然後跟我最相關的也只有一個人 就是我 mentor 嗯 所以其實這 算是蠻小的組別 然後每個人都是負責一個事情這樣 嗯嗯嗯嗯嗯嗯嗯 就是自己有獨立作業的機會 對 OK OK好 那就是 嗯 這樣子的話你覺得 你可以分別一下 什麼 或是在台灣的環境 跟在歐洲的環境的差別 跟有缺點嗎 我就以工作環境來講 或是實驗環境來講 我覺得 像應對就差蠻多的 像台灣的話 可能以前老師就是 你做不好就直接罵嘛 不能講全部 但是就是可能有部分的老師 是講話會比較直接吧 或者是在亞洲方面 我們應對就是講話比較直接 我們不會 對我們也不會講 How are you 我們不會這樣子跟你 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 所以 在這個心理的抗壓度程度 我覺得是要比較強的 如果是在亞洲讀書的話 因為你就是會被罵 對啊 然後但是在國外的話 大家的 歐洲好了 因為美國我覺得可能也是 屬於比較直接的吧 我覺得應該是 對 因為跟台灣可能差不了太多 然後歐洲的話就是 每個人在地區的話 已經是好 argue 先跟你虛寒問暖一下 然後才開始切入主題 所以 我覺得在那個 壓力上來講 比較會 沒有那麼大 可能 可能這是表面功夫 雖然他們可能沒有真心要關心你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他們做得很好 就是 讓你的心情放鬆一點 不會說報告就是很緊張啊 怎麼樣 其實不會 但是也有一個比較不好的是 我覺得 在溝通上面 有時候他們會講實在是太隱晦 就可能我想要跟我 mentor 討論一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說他是講 OK No problem 我一定會幫你的 可是結果事後 我才 在某一次meeting上面 他才說 不可以這樣子 就是我以為我講的已經夠直接 夠 完轉嗎 夠完轉了 但你怎麼還聽不懂這種感覺 結果其實他是不願意幫我的 但是我那時候 我收到的訊息是 OK 沒問題 但是 其實他 是很隱晦的表達 我不想幫你 所以在這個部分溝通 我是有遇到這個問題 可能是因為那個人的問題 或者是他們太習慣表面工作做得很好 太客氣 對 太客氣 要講得非常完轉 或者是在溝通一個 他給我一個建議上面 我報告了 我有一次meeting 我報告了非常多東西 因為很多就是 program director 那些都有參加 然後我覺得機會很難得 所以我就把我的報告 報告比較多 比較完整 然後他就 meeting結束之後 就 找我聊天 他就說 我覺得你報告這麼多很好啊 就是一定要先 對 但是 永遠都是一個 很棒喔 great great job great work 但是最後一定會 but 我覺得你不用報告那麼多 但是他一定會講說 我們當然happy 你會報告那麼多啊 但是對你自己個人是不好的 因為你會太累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很妙的是 歐洲的人 非常講究 work life balance 他就會說 你要讓你自己不要那麼累啊 你可以 可以想辦法留一點下次報 但是他不是這樣講 所以 但是我聽起來是這樣 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然後我就說 那請問你是說 叫我留一點下次再報的意思嗎 他說對也可以這樣講 所以就有時候 他就是在建議你的時候 也會有時候也是 太網轉 太網轉了 然後我覺得其實真的不用 喔 然後 這個work life balance 這部分也是還蠻難得 遇到有一個帶你的人說 欸你不用工作那麼辛苦 這樣 算是 其實整體歐洲的氛圍都是這樣 老闆不會太壓榨你啦 對 因為老闆自己本身也是蠻開心的工作 對 好那再來就是呢 其實iMac這個機構的話 包含你 其實我覺得在台灣 可能要真的是半導體相關的人 才會對這個機構有所了解 對對對 那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機構 裡面到底做了哪些 然後 欸他跟台灣有什麼合作嗎 畢竟台灣也是一個半導體 蠻 產業蠻強大的國家這樣子 對 其實我覺得 很大一部分 比如說 我們其實跟Apple 我們其實跟Intel 我們跟台積電都有合作 那可能是他們 需要我們幫忙的 研究 尤其是研究這部分 我們可能就像是 是一個非常高階的學術單位 那當然 雖然製程能力沒有台積電好 可是有一些研發的東西 是我們可以幫忙研發 我們走在前端 那我們這些東西 確定了之後 我們再跟我們的Customer 討論 我們的結果是什麼 所以我們有點 也像是非常 前端的學術單位 在開發一些新的東西 那這些新的東西 其實是跟這些Customer 合作的 他們未來也需要 對他們需要的 只是他們需要人手 幫他們做這些事情 對 因為他們可能比較負責 已經要很確定 對很成熟的 要確定已經可以生產 可是我們會是開發一些 新的未知的題目 那我們會把這些未知的題目 做劃分 這些真的可以成功的 就真的跟他們講說 OK你可以做這些 那有些不能就直接 併到冷凍庫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修課的部分 剛才也有提到就是說 你也有一些一定要過的 或是必修的區分量 那台灣跟台灣的差別在哪邊 你目前有修完了嗎 還是還有一些課 我還有一門課還沒修 但是我已經修過一門課 所以以這個差別來講 最大的是台灣 其實就是 考一考背一背 就去考試 了解 我覺得可能 也許是我讀書方式不對 可是我覺得 我之前的經驗就是 只要你 讀熟了 會寫題目了 你就可以考高分 所以 到底延伸的題目你會不會 這是一個 question 你到底會不會那些 不是在 對不是在課本裡面的題目 你會嗎 然後但是國外這部分 就會做的比較重視你的 insight 如果今天給你一堂課 其實他們課非常重 就是我修了一個六學分的課 然後最後PPT有1500頁 還是到2000頁 那些PPT你看完也沒有用 反正他是open book考 你看完了 你必須要看得很懂 然後他會問你一個延伸的題目說 先舉個例子 就實際的例子 是我修了一個關於 有integration的課 然後他是有提到封裝 那這個封裝就會跟你說 有拿幾種封裝方式 然後在那幾種封裝方式 他提了優缺點 適合什麼樣的size 但是他問的題目都不是這些 他會問說 那我今天有一個實際的應用 這個要用什麼樣的封裝方式最好的 你要怎麼配 那這有沒有標準拿 不一定要 其實根據你怎麼去假設你的問題 然後你就可以配合最適合的答案 所以沒有一定對的答案 就是你怎麼去讓你的答案是對的 所以你要非常了解課程的內容 而不是只是 OK這個今天問我這個封裝 這個款式 那他的優缺點是什麼 不是這樣列而已 OK了解 算是都是可以讓你自己去創意 對就是蠻難的 而且就比如說台灣只有筆試嘛 大部分應該只有筆試 可能有一些課會有報告課 但是他不算一個考試 就是算一個加分項 對然後在國外的話 他是會有筆試跟口試 所以你的筆試寫完 就是他可能只會出三題 那三題都很難 然後那三題寫完筆試之後 你要再去另外一個房間跟老師做口試 口試的時候 老師就會真的把你問報 就是確定你真的懂 他不可能讓你不懂就過 所以他們分數是蠻難拿的 OKOK 好那再來的話 就比較後面的 就是比較生活的方面 因為大家其實對比利時這個國家 好像沒有去過的人 可能應該也沒有了解 這比較多 你知道我就是巧克力這樣而已 那你自己本身在比利時的 休閒活動啊 或是對於這個 你待的城市的整體的感受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魯文是 就是魯文是個大學生 他就是Caito Luven 然後還有IMEC這兩個研究機構 也不是研究機構 學校跟研究機構為主 所以大部分你遇到的人都是學生 那可能有很多 international students 然後我覺得還算是 我還蠻滿意那邊的生活品質 因為比如說你去布魯塞好了 他可能就會蠻髒亂的 因為各種人都有 他不是一個純念書的地方 可是像魯文就是像是一個 也不算是荒郊野外 可是他就是一個 呃 那叫什麼 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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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世外先進 就是他比較沒有 與世 有一點格 對 有一點 就蠻單純的 可是你其實該有的便利器 是有的 那我覺得這樣對讀書是蠻好的 就是我們在這個環境 沒有什麼太多紛擾 然後讀完書 然後我想要出去玩 你就出過玩嘛 所以我是蠻推薦這邊的環境 然後 嗯 有一些休閒活動 其實是我們在 比利時 魯文就有一個學生會 那我就在那邊也有當幹部 你說台灣人的學生會嗎 對對對 台灣人在這個魯文大學的學生會 叫TSA 然後所以那個學生會 就是當初我在去之前 他也幫助我蠻多的 然後他們就是 過了幸運一年 他們就找我去當幹部 他是一個Fest Food的 對 對對對 所以 就是籌備一些活動給 新來的 或者是舊的也有 就是有一些送舊的活動啊 迎新的活動啊 等等的 或是一些聚餐的活動 對 所以我會參加這些活動 然後 再加上我自己會打排球 所以 我去那邊就是直接找一個 算是 找 一個全新的人 打排球 因為他們原本可能會有 國際學生 可是那個程度不一 然後我就自己過濾 我就自己自創一個群 一個群 一個群 然後我就找大家每天 每個禮拜打排球這樣 我覺得打 你跟他說運動 是一個蠻好交朋友的方式 對對對 真的是認識蠻多朋友 OK 好那再來最後的話呢 你是要問一下什麼啥的未來的規劃 就是 既然你覺得這個產業 就是其實跟台灣也蠻多連結的 那你未來會想要回到台灣嗎 會 我覺得大部分就是 我覺得在歐洲是非常好去做 生活上一些體驗 就比如說剛剛提到說 應對上面 因為我可以 我原本是很直接的 但是我現在跟歐洲人學習 我就可以 用不同的方式去應對人 那可能讓他們的心靈感受更好 所以在這個應對方面的話 我覺得到歐洲 學可能五年 感受五年 就夠了 因為在生活上便利性 不足不要走 不足 然後再加上可能我朋友也在這 所以我會 未來可能還是會想回台灣 OKOK 好啊 那如果 很多 更多學你們 如果你們也好奇 就是Sepensa 她是怎麼到 比例時間處 差點要講對不對 太常做整個內容了 那如果大家好奇的話 其實 大家可以透過我 剛好再來試試 可以啊 OK吧 好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非常開心 大家還滿好的影片 掰掰 好